Hello,大家好,我是Winsky,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访网易新闻课无端首页的系列课程 上节课给大家讲解了如何实现一个以scroll为基础实现的segment control 然后呢,这节课继续上节课的内容,教大家如何去给我们的button 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segment control绑定我们的点击实践 OK,我们还是继续打开我们的工程 然后这是我们上一节课写到的代码 然后呢,现在我们第一件事要教大家如何去给我们的这个自定义的will绑定事件 首先大家在OC里面,我们如果是自定义了一个will,我们要绑定事件的话 我们一般会去使用delegate 然后呢,在这个地方我们也使用delegate的这种方法 就是我们tablewill使用的那种方法 然后呢,首先我们需要一个协议 然后呢,我们这个协议的名字叫做delegate 然后我们这个协议里面有一个方法 然后呢,我们这个方法没有会返回给我们返回一个 我们暂定为index吧 就是我们当前点击了哪个按钮的index 然后它是一个int类型的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protocol这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它要被声明为class型 这样我们才可以把它声明一个week 然后呢,在我们这个title segment的类里面 我们需要一个delegate的一个属性 然后呢,首先这个属性要设置为week week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个属性为空的时候 呃,被销毁的时候 它会自动制为空 这样是一件非常安全的事情 然后我们这样 然后名字叫做delegate的一个可选属性 然后呢,这个delegate是继承字我们这个的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 再让它继承字要实现了这个协议 OK,然后这样我们这个delegate的部分就实现完了 接下来呢,我们要去修改我们的button 然后我们去修改我们这个create的方法 呃,首先第一点 我们的button需要一个点击实践 然后所以呢,我们要写一个 呃,一个函数 然后呢,这个函数就叫button clicked 然后呢,它接受的参数是一个我们的button OK,然后这样 然后这个函数干什么用呢 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将它绑定给我们的button 我们要用button的add target方法 然后第一个参数表示为我们当前这个方法所在的类 然后呢,selector我们使用swift2.2最新的这个方法 然后呢,里面是一个我们method的名字 也就是这个button clicked OK,然后里面我们给它一个参数 然后event呢,是一个uicontrol类型的 然后呢,我们给它的是touchupinside OK,我们看一下这个提示 嗯,这个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我们先给这个地方给个名吧 然后这块 嗯,这样就ok了 然后这部分的内容我们也做完了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地方要干最后一件事情 我们要去 哦,对 因为我们这个点击了以后 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点击的是哪个是 我们只知道我们点击的这个button 但这个button是谁 我们并不清楚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给button一个tag 然后有了这个tag以后呢 我们就知道我们被点击的是第几个button了 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做最后一点处理 就是self.delegate 然后呢,我们要调用它的button did click的方法 然后呢,参数给button的tag ok,这样我们这一部分的处理就处理完了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会到我们的wheelcontroller里面去进行一些处理 我们去到我们的wheelcontroller 然后第一步呢,我们需要先让我们的这个controller 实现我们的segment的协议 也就是table这个delegate的协议 然后呢,这个协议是里面有一个必须实现的方法 所以当前controller会给我们一个错误提示 然后我们在最后的delegate的地方 然后我们来实现这个方法 方法的名字叫button did click ok,就是这个方法 然后呢,在这个方法里面 我们暂时什么也不做 我们就是打印出我们这个被点击的button的index 所以我们在这儿写点击 然后我们把index打印出来 这个只是为了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再做一个 这个少一个 ok 然后我们还需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需要去设置我们的segmentdelegate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设置它的delegate为我们的self 也就是我们的wheelcontroller ok,这样我们就可以看一下效果了 接下来我们运行一下模拟器看一下效果 ok,当我们点击这个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已经输出了我们当前这个button的index 好,这个地方因为我写的就是01 然后但是它的tag其实是0 所以我点击它的时候显示的是0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大家可以看到当前我们这个segment control 并没有保存我们当前哪个按钮是被点击的 然后哪些是没有被点击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实现这一部分的功能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是用来保存当前被 就是被点击的那个button的index 然后呢,它是一个inter微信 直接默认值给0 ok,然后有了这个以后呢 我们现在需要干的事情就是 当我们每次执行完点击事件以后 我们需要修改当前这个我们这个属性的值 ok,然后呢 这时候我们就有了我们每个值了 然后呢,在我们修改这个值之前 这个值指向的是我们上一个选中的button的状态 然后呢,我们去修改一下 我们首先要获取我们上一个button 我们可以起个名吧 叫tempbutton 然后呢,它通过我们的tag来获取 然后是self.scrollwill 然后呢,我们的will有一个方法 叫做willwilltag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个tag来获取我们当前的这个will ok,这样我们就可以拿到我们这个button了 然后我们把它声明为一个uibutton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还是做一下修改 我们还是用optional bonding来做 这样更安全一些 然后我们拿到了button呢 我们把这个button的select设置为no ok,这样我们就修改了这个button的各种状态 然后呢,我们现在需要根据它的不同的状态 然后来调整一下我们这个button的样式以及颜色 然后来便于用户来识别究竟哪个segment是被选中的 哪个是没有被选中的 接下来呢,我们去修改这块的初始化代码 我们要让我们的button在选中状态和非选中状态有不同的颜色 然后呢,这个刚才我已经写好的这个代码 然后我们直接粘过来,这个代码要干的事情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在select的状态下将我们的title的颜色改成红色 然后呢,在非select的也就是normal的情况下呢 把它颜色变为白色 然后我们再加一些处理 就是说,如果我们当前的这个i,也就是我们这个title 它是等于我们的self.indexed 然后呢,这时候我们要将这个button设为选中模式 OK,这样就做完了这个设置 我们再想一下还有什么细节需要处理 哦,对了,我们还需要做一个调整 如果我们tag 第一个button的tag被设为0的话 也就是这个是会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这will还有其他的tag是0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做一下一个简单的处理 我们来一个名字叫 button tag base的属性 然后呢,这个属性也是一个int型 我们比如说让它就是100吧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处理 避免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问题 就是给我们的tag再加上这个button tag base OK,这样的话就我们再通过这个button back base 加上这个i再去拿我们这个will就不会有问题了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也需要做一些修改 也就是我们当前的i加上ta等于这个数 然后呢,我们的index的默认值也需要做个修改 直接修改为这个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拿到tag了以后 我们需要减去一个我们这个base值 这样就不会有问题了 我们再做一下修改 然后刚才我们这地方有个地方写错了 这个地方应该是我们执行回调的时候 然后再减去这个button tab 然后这块是不用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效果 OK,我们运行一下模拟器 然后看一下我们代码的效果 OK,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当前这个01是被选中的 然后选中它是红颜色的状态 当我们点击第二个的时候呢 第一个选中会被取消 然后第二个会变成红颜色的状态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打印也是完全正确的 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们还可以滚动 滚动以后也继续可以点击 OK,我们这节课的内容就讲到这里 我们用两节课的时间给大家讲解了如何去实现这个网页新闻客户端顶端的这个可以多选的 不是,可以单选的segment control 然后呢 接下来的课程中呢 我会教大家如何去实现下拉刷新和上拉加载更多 然后我们这个课程基本上已经快接近尾声了 然后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的课程 然后非常感谢 我是Winsky 大家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